好不过这一回呢 演艺圈综艺大咖们 荷包赚满满年终 也要大方的来犒赏工作人员 其中像是主持人 白冰冰出手最阔气了 堪称综艺大咖中的No.1 预计呢 这回每位的工作人员最少哦 能够拿到2000元的红包 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白冰冰小姐冰冰姐 欢迎大家 一人白冰冰总是笑咪咪的 在节目中带给观众欢笑 年关将近 她即将发出去的红包 应该也会让身旁的工作人员 笑得合不拢嘴 手上有三个节目的白冰冰 外加投资了羊肉炉和水饺事业 年收入超过4000万 但是她非常大方 预计今年发出去的红包相当可观 包给家人约30万 工作人员每人2000起跳 总计将发出300万元 还有大方带工作人员到日本东京旅游 出手最阔气 善待工作人员 白冰冰堪称主持界大咖No.1 而其他包括拥有10亿身家的蓝星梅 也将送出250万元红包 主持大姐大张晓燕 则是包出200万元 而张飞虽然总共只包出150万元 但是每人最少能拿到5000元 辛苦工作一整年 主持天王天后们 盒包赚满满 在年中 酷赏工作人员红包大方送 当然也是为了期许新的一年 工作团队能有更棒的表现 准选台北综合报道